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算法应用课程的第三节课的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深度学习它常用的一些软件包工具 是从一个总数的一个层面跟大家大概介绍了我们常用的工具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将给大家手把手的一步一步的来跟大家一块在一个Linux的系统上来完成每一个需要的这个安装包软件包的安装 还有它所有的这个dependency的依赖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完全跟随我的这个节奏 所以呢,我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电脑之前已经把环境都配好了 所以为了跟大家从头从一个最开始的没有装任何deep learning相关的软件包的一个机器上来配置呢 我专门用这个virtue box啊 就是在我的windows系统上装了一个ubuntu的14.04的系统 然后呢,录了一些video就是从空白没有装任何包开始 一步一步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如何来配置这个深度学习相关的包 那么作为这个这节课的开始介绍内容呢 我们跟大家所要用的这个package呢 是在python的环境里面 主要的我们要装这个numpy array pipe 这都是一些必要的包 我们之前要安装 但是我们的目的呢是要用到这个主要的包是这个 可以叫做sklearn啊 这个sklearn和这个sickit是同一个意思 两个名字而已 sickit的neural network这个包 因为它提供了强大的支持deep learning 实现了常用的deep learning的算法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境 上节课跟大家提过一下 就是我选择使用linux的原因呢 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这个deep learning 这几年发展的有一些迅猛 比较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那么这些前沿的这些学者们 他们开发出来的这些常用软件包的环境是这个linux 所以呢在linux下配置这个deep learning 也就是深度学习的环境的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windows当然也可以配置了 但是linux的话 因为这些开发者 他们是用linux开发的这个deep learning的软件包 所以我们选择在这节课呢 我们用这个linux啊 具体就指的是我在这儿用的是ubuntu的14.04 来在这个操作系统上给大家来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 如何配置这个环境 那么我自己的电脑呢 是装了windows和这个ubuntu 但是为了给大家来介绍这个流程呢 我专门在我的windows下面 又装了一个这个virtual machine 装了一个virtual box 来虚拟化的一个重新装了一个新的这个ubuntu的这个系统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头来开始配 好那首先我们第一步呢 是要安装一个叫做pipe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的同学了解python的同学可能就有所听说 这个pipe呢其实是python下安装包的一个总的管理工具 也就是说之前有的同学可能知道 我们是要用一个叫easyinstall这样一个工具 来装python内部的所有的安装包 那么pipe是后来出来的一个新的管理系统 相对于easyinstall呢会使用更加方便一些 所以呢本节课呢 我们首先就跟大家介绍如何来安装这个pipe 是他可以安装完他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用pipe当作工具 来安装python的所有的package 好所以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pipe 大家可以看一下pipe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package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一个软件包的管理的系统 它用来干嘛呢 用来是在这个安装用这个python写成的各种各样的软件包 好所以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pipe呢 它是在如果您使用这个python的版本是这个2.7.9 或者是以上的话呢 那么当你的机器里面有python的时候呢 它就是已经自带这个pipe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独立的安装pipe 但如果我们使用的系统是这个2.7.9以前的系统的话 我们要需要先安装pipe 然后再用它来安装各种各样的软件包 好那我们现在来第一步先来看一下如何安装这个pipe 因为我在这个virtual machine上面装的这个系统呢 是2.7.6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刚刚录制的视频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系统呢 是我在我的windows下面装了用virtual box来装了一个ubuntu的系统 这是一个新刚刚装好的ubuntu 所以它上面没有装任何的关于这个deep learning的东西 我们第一步呢 要知道我们这个有没有python的环境啊 因为ubuntu它是全都是自带的python 所以当你把这个ubuntu的操作系统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已经有了python的环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个virtual box里面装的这个系统 它的版本是什么样啊 ubuntu的什么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版本是14.04LTS 然后是64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的系统信息 好我们接着看 下面呢我需要打开一个terminal啊 因为在linux的话很多命令和安装过程完成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terminal来打开 那么对于不太熟悉linux的同学呢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terminal呢 你可以从这个左边的这个工具栏里面打开 但是也有一种快捷键比较方便 就是您按下这个键盘上的control和alt 还有这个字母t这三个键组合键同时按下去呢 它是打开这个terminal的一个快捷键 好那么首先呢 我们打开这个terminal之后 我们看一下 先首先看一下我们有没有python 所以我们直接键入python之后 我们看到就弹出来这个python的环境 证明我们这个ubuntu已经是自带python 然后呢 同时显示出来 系统显示出来这个python的环境是2.7.6这个版本啊 所以它是不是自带这个pipe 我们可以简单的在这个python的环境中 当我们这个键在命令行里面建入python之后呢 这我们看到这个提示点有三个小箭头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python的编译环境 我们可以在下面写任意的python的代码 我这里是简单示范了一下 写了一个hello 大家看答应出来了 然后我现在用quit括号来退出python这个环境 回到这个linux ubuntu本身的这个 它这个tomino的环境下 我们首先第一步想做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安装这个pipe 那么我们使用的这个安装命令呢 是什么 我看一下啊 就我们要安装的是pipe这样一个package 首先呢 我们先check一下 就是我们检查一下机器上有没有安装pipe 所以我直接来键入pipe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将会看到下面的信息将会告诉你 如何使用pipe 但目前这个提示信息 大家看到说是 the program pipe is currently not installed 然后就说是pipe现在没有被安装 所以这也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python的版本是2.7.6 所以它是不包含pipe 所以下一步我们需要安装pipe 好 所以我们使用的命令是这个sudo apt get install 对不是非常熟悉linux的朋友们 或者说是刚刚开始使用linux的朋友们来讲的话呢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最常用的 我们在linux里面如果安装一个软件程序或者包的时候所用的用的命令 sudo呢 指的是我们将使用管理员权限 apt get install 这是固定的一个使用方法 然后后面呢 我们就紧接着就是我们要装的这个 安装包的名字 在这里呢 我们要安装python pipe 所以这个是python一个中间的小横杠 叫pipe 这就是我们需要安装pipe所需要键入的这个命令 那么因为我们使用的管理员权限 所以我们必要求系统必要求输入密码 我刚说完密码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系统提示即将安装这个pipe 问你是不是要继续 我说yes why就继续 好 所以现在的系统呢 就在在安装这个pipe 我们看到这里显示的这个进度啊 然后并且显示显示出来 就是说大概要要占用系统多大的空间来安装这个pipe 好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快近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pipe安装完以后的样子 这块我就说我就不详细在这等这个video了 因为这是只是显示我们安装的这个进度 好 大家看到 它就在百分之百 然后仍然在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 大家看到这里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对于pipe的安装啊 所以我们这可以再试一下 假如我们现在建入这个pipe 我们刚才建入pipe 它说系统提示说我们没有安装 我们再重新输入pipe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系统怎么提示的 这就是pipe的种种用法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这个ubuntu的系统上 成功了安装了pipe 那么这就是第一步 所以后面呢我们可以用pipe来安装各种各样的软件 和package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要查询如果ubuntu当前的这个版本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命令啊 lsb下滑线release-a 可以看到目前这个ubuntu的系统的相关信息 所以这个和我们之前用这个setting 就是我设置里面来看是一个意思 好 在安装完pipe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步骤 那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安装的这个目标 终极目标是我们需要安装这个seekit-learn 下的neural network这样一个软件包 seekit-neural network 然后我们先去一下它的主页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github的这个主页的这个readme file 就是它的文档 上一节课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过 就是说 这里是它的github的这个代码的页面 我们呢需要用pipe来安装这个 但是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dependency 也就是说这个seekit-neural network里面 它包含了用到很多很多的别的软件包 来作为dependency 所以呢我们需要安装别的东西 它指定了比如说numpy sipy theano 来作为前提之后再安装这个seekit-neural network 这里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说当你们在配置一个环境 往往中间你需要安装很多很多很多的package 它们之间是有相互的依赖关系 那么常常呢在你装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会说您需要装另外一个东西才能成功 那么这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叫这个bottom up 从下往上的这样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我把我必要的软件安装完再安装后来的 但是在现实中呢往往其实我们不太可能百分之百的每一遍都按照这个顺序能够完成 因为往往比如说我们开始装这个numpy的时候 它的这个documentation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文档并不是写的很完整 这个numpy它可能下面还有很多的依赖 有很多dependency 所以呢我们即使从这开始安装的话呢 它可能还会提示你缺少另外的一些包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用这样一个顺序给大家来就演示一下 就是说假设我用一个top bottom 就是top down approach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就要安装这个包 它我先进入这个命令尝试安装它 如果它提示我需要安装什么别的依赖 我再来安装那个依赖 在完成那些东西之后 我再来返回来安装这个secate neural network 这样我们就是大概走上这样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在安装过程中系统会提示一些错误 根据这个错误信息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安装哪些依赖 然后呢把那些dependency安装好之后 我们再回头过来安装我们要安装本身的这个包 好那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先尝试一下安装这个secate neural network 好那么我们假设 因为我们现在同学们都知道 我们还没有安装这三个package numpy,sipy和theano 我们假设我们现在直接安装这个secate neural network 这样一个deep learning的一个包 我们看看会出现什么一个状态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现在通过这个pipe直接来用这个用pipe安装一个包的命令的语法结构就是说pipe install 然后后面根本是软件包的名字 假设我们现在直接要安装这个secate neural network 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系统会提示一个怎么样的错误信息 好稍微快进一点 大家看到系统现在自动在安装它所需要的一些依赖 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numpy 但是呢 在后面我们看到这里面系统提示一个错误信息 就是system error说cannot compile 不能编译这个名为python.h的这个投文件 说是我们需要安装python的这个develop这样一个模式 所以呢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看到这个提示信息以后 我们解决的办法是怎么样呢 首先呢 我们要保证我们目前系统的这个里面所带的各种软件包都是最新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sudo apt-get update这样一个命令来更新我们目前系统上的所有信息 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目前系统上的所有的包都是最新的状态 下面呢我们要保证这个gcc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gcc是一个c compiler 它也是在我们这个deep learning环境中需要用到的一个compiler 所以我们要保证它也是一个最新版的 所以我们要运行这样一个sudo apt-get update gcc的命令 然后呢我们需要安装这个python的这个develop的这样一个mode 这个是我之前计算的就是标记的这个时间视频的时间 我们可以代码里面并没有这部分 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安装这个python2.7-develop这样一个模式 所以在它安装好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能compile这个python.h文件 好我们下来看一下我们来分别执行的三个命令 比如说我们可以验证一下我们之前 所要安装的这个 numpy,scipy和theando它其实是不能被安装成功的 不生认字幕网络权 不吝点击 遗 mill Complutan 大家看到 我们之前看到这个错误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开始update 我们系统上的所有的 已装的 这些软件包 把它更新到一个最新的状态 稍微跳跃一点 这过程要比较长一点 好 大家看到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更新了 就完成了这个sudo apt-get update 然后我们现在要upgrade这个gcc 也就是这刚才我解释的是 一个c++的compiler 因为在deep learning实现环境的内部 它使用到c++的代码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部件 就叫gcc的这样一个compiler 所以我们来运行这个gcc 就是对于它对于update的过程 然后第三步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要安装这个开发模式下的 这个python2.7就是python2.7-dev 就是developer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是执行的第三个命令 我们看一下 等这个命令执行完毕之后 这个过程会比较久一些 所以我稍微快进一下 我们之前这个demo 好 在这个完成之后 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又出现了一个 另外一个错误 就是说我们无法安装这个 不能create这个numpy的这样一个文件 是因为permissiondenied 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这个权限的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大家记得 我们刚才建入的这个安装程序时候 我们并没有建入这个sudo 我们直接用这个pipeinstall来安装的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加上这个sudo 来用这个管理员权限来进行安装 大家看到之前 我们想安装这个numpy sipy和theando这三个包 我们是用pipe直接安装 但是我们并没用sudo 所以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权限的 这样一个错误 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代码前面 加上sudo 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概先介绍一下 这三个包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个numpy其实是python中关于一个矩阵 以矩阵就这个matrix 与矩阵为核心的一个科学计算的一个包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在所有的这个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任务中 我们有很多大量的这个矩阵运算 所以呢numpy这个包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这个sipy也是一个科学计算的包 我们也需要用到它 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安装numpy和sipy 然后第三个这个叫ciano呢 它是用python开发出来的一套 专门对深度学习和这个gpu的集成 开发出来的一个package叫做ciano 那么ciano呢 我们上一节可跟大家简单提过一下 其实我们在ciano之后呢 我们知道后来又开发出来一个叫python2的包 是比它更加灵活操作一些 ciano呢是最元首 由这个universe of Toronto 就是多伦多大学 他们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发出来的一个叫ciano的这样一个支持度 继续学习的包 那么这个python2是基于这个ciano之上的 我们现在所要用的这个想要用的这个ciano neural network呢是必须要用到ciano和python2 这也就是说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安装这三个包 好那我们现在在前面加上sudo来接着进行安装 然后输入密码 我们看一下 稍微跳跃一点 看一下后面 是不是安装成功 我们看到现在又遇到一个错误 这提示信息是什么呢 说是nonpy这个dist utils 说有一个东西没有找着 说是这个叫个la pack和blast resource 就没有被找到 那么这里提示我们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安装这个cipy的过程中呢 其实呢它是需要这个作为一个依赖的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需要安装blast 这是另外一个package相关的架包 好那么下一步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如何安装blast相关的这个架包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安装了 这三个包就是我们先更新系统之后 更新了gcc的compiler 然后我们安装了这个python dive 下面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说安装这个nonpy cipy和fianno那么在这个安装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这个我们遇到了一个系统错误 它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找到这两个类似的package 那么之前呢我是在做了一些这个研究 发现这个package它所需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名称呢 其实是这几个 所以我们需要安装一个叫libraryblast 就是作为develop mode这样一个包 还要安装一个labpack develop一个包 还有一个lablast base这样一个包 还有一个gfortran 也就是说这四个包呢我们要安装完毕之后 才可以顺利的进行nonpy cipy和fianno的安装 所以呢我们现在下面接着就是运行这一行程序 来安装这四个包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进入刚才所写的这个代码 速度官员权限apt get install 刚才那有四个包 看一下啊 一个是这个labblast 一个是library这个lippack 最后一个是这个gfortran 好我们输入密码 现在我问我们是不是要继续 是要继续 好 现在下面就开始了这个安装的过程 我们可以稍微快进一点一下这个进度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安装完毕了刚才那四个package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重复我们之前的动作 所以我们要安装这个cipy 因为之前我们要安装三个包 这个nonpy已经安装成功了 从之前的提示信息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安装刚才那四个package的目的是因为 是为了安装这个cipy 所以我们现在来单独的安装cipy 一会儿我们再来解决这个cipy的问题 稍微快进一点 这个安装cipy的这个过程会比较久一些 好大家看 接着到这里呢 我们系统提示说我们成功的安装了这个cipy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该安装这个cipy 也就是deep learning里面最开始开发出来的一套package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cipy的 是需要这个cipy的 所以我们现在第三步就是开始来安装cipy 所以我们把cipy这个名字改成cipy 这里大家注意一点 这个cipy这个package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安装的时候 它的名字应该是这个大写的t 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当导入的时候用的是个小写t 所以大家记得清楚这个名字的写法 因为这个文件上写的是这个小写t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是用这个大写的t 好 好 接着在这里呢 我们就也安装完了这个ciyano 大家看到这个系统提示 说是successfully installedciyano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 我们就把所需要的三个这个 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package 都成功的这个安装好了 这个合适的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进入python 在这个命令行打入python 这个字符串 然后进入python的这个 编译环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import 和某一个package的名字 我们就如果没有显示错误信息呢 就证明我们成功的安装了这个包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看到我们写的这个import numpy 回车之后 没有体现出 没有出现错误信息 证明我们成功了安装了这个numpy 下一步们呢我们来 进入这个import scipy 没有出现错误 所以我们成功了安装了这个sipy 第三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次我把这个打错了 因为我打的是大写的t 那么我刚才给大家提示说这个ciyano呢 它这个包你安装的时候 它的名称是大写t 但是实际当我们在代码中使用导入的时候呢 它是个小写的t啊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改成小写的t以后 我们将成功可以导入这个ciyano 好了系统没有出现任何的错误 所以证明截止到此呢 我们就成功的安装了这三个包 numpy, scipy和ciyano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都做了什么之前啊 我们首先安装了pipe 它是一个在python中系统管理 所有这个安装所有python开发的这个软件包的一个工具 我们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本来尝试想直接安装这个sikit neural network这样一个deep learning的package 但是呢我们前提是需要这三个 就是numpy, scipy和ciyano 然后呢我们再对系统进行了这个更新和gcc的compiler更新 还有安装了python的develop这样一个版本之后呢 我们现在尝试安装这三个工具 那么我们首先遇到了一个问题是 我们没有加sudo的时候呢 它是提示有一个权限的问题 所以我们加上了sudo 那么之后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错误 它是说没有找到这个blast相关的这样一个package 所以我们又通过安装这四个blast package 成功的这个把sipy所依赖的这个dependency安装好 所以下面我们就安装了这个sipy和theano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所需要安装的这个目标 这个sikitneural network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解决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还需要安装python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页里面就是这个文档里面 这个sikitneural network文档里面 我们刚才大概做了哪几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安装 安装着这三个家包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文档仅此讲讲决了需要安装这个 但实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依赖 所以同学们要平时在这个配置环境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这个错误信息 那么需要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经常去Google 或者是如果不能上Google的话 在这个Bing或者是这个Yahoo 一些搜罪引擎里面 主动去把错误提示信息 copy到这个搜罪引擎里面去搜一下 因为你如果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话 很可能别人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而且在论坛上问过这个问题 比如上这个stack overflow等论坛 看一下怎么解决 我们看到简简的安装这三个包 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之前还有很多依赖 那么我们给大家演示了 如何通过把那些依赖的问题 全部解决之后 成功的安装了这三个包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如何来安装这个pilot2 这是一个deep learning的一个软件包 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secret neural network 是要用到这个pilot2 所以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 如何来下载并安装pilot2 在这些东西都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可以来安装这个 secret learn neural network 好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ade ur